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了一台可以自动侦测 寻找垃圾的扫地的机器人 机器人现在有的时候叫AI 还有的时候叫ROBA ROBA 英文 ROBA 很好记 我都记ROBA 厨房主都在笑 ROBA就是机器人 没想到哪回家以后 把机器打开 移动以后 机器人老是跟着主人走 主人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原来这个主人是乍男 今天去上健身课 我就问教练 用哪个器材能够让女生对我产生好感 教练指着外面讲 门口那台ATM 用那个机器 有一天 妈妈对很胖的姐姐讲 该你去洗澡啦 就很胖的姐姐说好 很胖的姐姐进了浴室又出来 接着跟妈妈讲 洗澡水没放好 只放了半桶 这时候啊 小明弟弟就讲了 没关系啊 你只要一坐下去就满了 有两个女明星在斗嘴 A的女明星很骄傲的讲 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丢上来的花 都可以让我开一间花店 哇 这个是真的很荣耀 B的女明星也不甘示弱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啊 台下观众丢上来的庄块 都可以让我盖一间房子 去拜访一个客户 坐电梯下楼 门一开 右边站走一位美女 她的身后站走一群男的 左边是空的 心里想 这些猪哥啊 用不着全部站在右边吧 门刚好关上 我好奇地看了那个美女一眼 天啊 那个美女穿的连衣裙 拉链没有拉上 结果她自己的腿不由自主地 就走到右边 我承认我是猪哥 一个先生回家以后啊 脸上有两个耳光 右边一个耳光 左边一个耳光 太太就问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有两个耳光 红红的这样子 这边也一个 这边一个 先生就讲了 我是老实人 今天坐公车回来的时候啊 我的前面有一个美女 她胸前的拉链 拉得很低 刚好很紧 她的鼻子都快要碰到她的胸部 所以她说好意把她拉起来 所以那个女的就打她一个耳光 结果她觉得说 哎呀 一定我做错了 又把她的拉链给她拉下来 又被打一个耳光 那两个耳光就是这样子 卖水果的小贩 把一个西瓜卖给一位小姐 便是向她保证 西瓜很熟了 很甜 当这个小姐骑车回家时 这个机车打滑 西瓜就掉到地上 裂开了 她惊讶的看到西瓜 果肉是淡粉红色 根本不熟 所以她回头找小贩 要求退货 小贩却回说 人从车上掉下来 脸都会吓得苍白 何况是西瓜 老婆把钱管得很严 家中有个保险箱 密码只有她知道 有一天我急着用钱 向老婆开口 老婆答应了 我问密码是多少 老婆讲 我们出闻的那一天 我没有敢再问 只好向我的朋友先借 谁记得出闻是哪一天 我们出闻的哦 老婆 我们出闭了 我们出门 줘 我们出门 时候